以下的部分畫面是在測試服裡面錄製的喔 所以實際上的情況也請各位依照正式服的為準喔 哈囉各位 這部影片呢 要來跟各位說一下這次平衡性調整的內容 那不出意外的呢 第一個調整的角色是上次的傳奇星角 安破 他的滿級攻擊的傷害從單下336滴降低成280滴 這個降低的幅度超級大 變得有點像是以前麥克斯打人很癢的那一種傷害 傷害被下修了這麽多呢 安破之後要打贏波殼或是血鬼這一種角色也就變得超難喔 全部的子彈打完大約是少了2000多點的傷害喔 如果以金庫模式來看的話呢 這2000點的傷害 以一輪一輪這樣看下來 是還蠻多的喔 那第二個下修的呢 是安破他的移動速度 從非常快這個速度呢 調整為中等 中等喔 各位 中等 這個也是下修到一整個誇張 安破他原先的基本跑速是820 變成中等 也就是只剩下720的跑速 連普里姆770的這個跑速他都不要 直接給你720 整個砍到爆炸喔 這應該是有史以來下修幅度的最大一隻角色 安破他被砍了超級多的血量 超級多的攻擊傷害 大招充能次數和傷害也被下修 甚至連跑速都直接被砍了兩個階段 我想可能是因為世界賽要到的關係 因為畢竟比賽台上面如果全部都是ban安破啊 或是都出安破這樣也挺尷尬的 所以就乾脆先把他砍到上不了檯面 這樣大家都輕鬆 那安破他確實是一隻很強又很煩的角色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次官方好像有那麼一點砍過頭了 那接下來第二個要調整的角色是 沒了 欸對 就是沒了 這次的平衡性調整呢 就只有調整安破而已 那除了平衡性的調整之外呢 官方這次也有修正了原先有的BUG 像我之前常常在直播上被MuMu的 葛雷特還有安破他們沒有攻擊音效的這個問題 在這次的更新也修正回來了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葛雷特他這個音效的部分呢 竟然拖了快要兩個月才修正這個問題 我還以為想說這一個問題呢 已經是關射了 結果他們最後還是把他修正掉了 不過把音效這個問題呢 修正回來真的是比較好啦 因為沒有音效打起來真的很乖 會抓不到對手攻擊的TEMPO 然後還有現在召喚物啊 像是塔拉的影子或是妮塔的熊靈 在場上完全沒有敵人的情況 改成會自動跟隨主人 那這個調整其實也蠻妙的 因為這個設定呢 是從以前到現在 他就是這樣子 現在突然把它改掉呢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官方做了這個決定 那最後就是話語說說裡面有提到的地圖投稿的部分 之後在自製設定的地圖裡面 多了一個提交的按鈕 你提交之後就可以跟其他玩家在友誼戰裡面試玩跟投票 那拿到一定的票數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佈到測試地圖的模式裡面 這個模式呢 一共會有兩個 一個是測試地圖的模式 那在測試地圖模式裡面獲得最多票那張圖喔 會出現在另外一個模式 獲勝作品的模式 那測試的地圖呢 並不能拿來爬分之類的喔 但是另外一個獲勝作品的圖呢 是可以拿來爬背的喔 那以上這些內容就是這次平衡性調整 還有遊戲更新的相關資訊 所以來說這次的更新就是一個小更新 那至於新角的部分就請各位期待下一次的影片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